夜深人静的桥面之上 一场交通事故惨烈异常 基盖骨都已经掉到地上去了 疑点重重的事故现场 无法衔接的证据链条 没有找到碰撞或是寡算的痕迹 一起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 背后竟然隐藏着 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我们就是错综同学 敬请收看本期平安365 好心帮倒忙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金塘大队事故处理宗队 民警刑国凯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 珠海市高新区齐奥大桥的桥面上 2017年9月12日凌晨30时时分 街宜报警称 在齐奥大桥桥面上 发生一起小车与摩托车的刮送事故 摩托车驾驶员身受重伤 倒在桥面上 接到保安后 珠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金塘大队的民警 立刻赶往事故地点 这位自称赵氏司机的男子 名叫杨军 据他自己讲述 当天晚上 与朋友吃完宵夜后 驾车回家 开车经过这里的时候 由于疲劳走神 车辆逐渐向左偏离车道 等他发现之后 急忙又打方向 结果没有注意到 右后侧恰好有一辆同向行驶的摩托车 量车发生寡策 导致摩托车撞到路基上 发生侧翻 司机伤势十分严重 杨军已经叫救护车 将其送往医院救治 从哪开过来的 根据杨军的讲述 办案民警对现场进行了勘查 赵氏的白色小轿车停在路边 与倒地的摩托车距离十米左右 路基上一片血迹 让人触目惊心 可以想象 摩托车司机的伤势的确不轻 随后民警对赵氏司机杨军 进行了酒精含量测试 测试结果他并没有喝酒 至此可以初步判断 这是一期普通的交通事故 轿车司机杨军在驾驶过程当中 因操作不当 是引起事故的主要原因 故承担主要责任 然而随着调查 取证工作的进一步展开 办案民警发现 事情似乎并不是表面 看上去的这么简单 通常情况下 司机一般会记住 车辆是如何撞的 碰撞部位在哪里 车辆的行驶轨迹是如何的 我们问白色小车司机 杨军这个车是怎么撞的时候 他记不清楚是怎么撞的 碰撞部位也说不清楚 车辆行驶轨迹也记不住了 对于刚刚发生的交通事故 司机却对一些细节记不清了 这种情况很难让人理解 于是民警只好把注意力转到车身上面 试图寻找事故线索 可是经过仔细的查找 并没有发现车身上刮蹭或者碰撞的痕迹 我们仔细勘察了 我们也绕了转了一圈 在小车上面没有找到碰撞或是寡蹭的痕迹 只看到了道路的路基 有摩托车与路基相撞的痕迹 路基旁边有大台的血迹 这个痕迹显示就是 直观的给我感觉就是 它应该是摩托车直接与路基撞的 根据经验判断 两车相撞即便是轻微的寡蹭 也会在车身上留下痕迹 而现场的情况却很难让人理解 再加上这名所谓的肇事司机 支支吾吾吞吞吐吐 民警认为 这起车祸的背后 很有可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隐情 我感觉司机可能在撒谎 是报夹警 就在这时民警发现 白色轿车安装了行车记录仪 或许真相就隐藏在这里 于是将其中的存储卡取出 返回大队进行查看 行车记录仪还原事件真相 白色小车并非肇事车辆 我过去的时候 小和你叫我 报警先 神秘第三人意外出现 肇事司机究竟是谁 从车上下来的人员 并不是在现场的 白色小车司机杨某 网言背后到底隐藏着 怎样的真相 请继续收看本期平安365 好心帮倒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视频显示 白色小车到达事故现场的时间为凌晨3点01分 此时摩托车已经倒在道路中间 受伤的司机在路基旁的血泊中挣扎 这台白色小车是从其他地方驶入的奇奥大桥 也就是所谓的事故地点 从车上下来的人员并不是在现场的白色小车司机杨某 很显然 白色小车到达现场的时候 那辆发生事故的摩托车已经倒在路面 而并不是像杨君所说的那样 是他所驾驶的这辆白色小车广层的摩托车所导致的事故 此外 通过辨认民警发现 从车上下来的这名男子 并不是等候在现场自称是肇事司机的杨君 而是另外一个人 只见他到达现场之后 首先查看了倒在地上的伤者 接着就拿出手机开始打电话 那么这名男子究竟是谁 这个电话又是打给谁的呢 他和伤者以及杨君这三个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事故的真相又是怎么回事呢 面对真实记录的视频影像 杨君不得不承认了 自己并不是肇事者 而是被叫来帮忙的 调出来就传来帮忙 我当时在睡觉吧 应该三点多的时候 然后小何就打电话给我 叫我出来帮个忙 然后叫我去骑到大桥那里 过去那现场那里嘛 杨君所说的小何 名叫何小斌 就是行车记录仪当中 那名在现场打电话的男子 据杨君供述他和何小斌既是同乡也是初中同学 初中毕业后一起来珠海打工 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所以接到何小斌的电话 杨君迅速赶到了奇奥大桥的事故现场 我过去的时候 小何就叫我 报警先 在事故现场 杨君见到了受伤倒地的摩托车驾驶员 这个人叫彭帅 是打电话的何小斌的朋友 杨君也认识 此时彭帅伤势严重 痛苦异常 杨君顾不上多问 按照何小斌的吩咐 赶紧打了120 将彭帅送马医院抢救 然后拨打110报警 等待交警前来处理事故 通过杨君手机里微信聊天记录 也可以证明 他所说的内容基本属实 至此民警对案件有了初步的了解 彭帅驾驶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 受伤严重 无法动弹 于是打电话给何小斌 何小斌赶到现场 查看了伤警之后 又打电话叫来杨君 让他以肇事者的身份报警 等候交警前来处理 那么彭帅是怎么发生交通事故的呢 真正的肇事者又是谁 何小斌为什么不自己充当肇事者 反而找来杨君冒充呢 杨君表示 由于当时着急送伤者去医院 他也没有详细地问 实际情况 只有摩托车驾驶员 和打电话的何小斌才清楚 办案民警随即拨打了何小斌的手机 但是电话始终处在关机状态 民警只能赶到医院 找伤者了解情况 然后我们何时说清楚这个时候 我们随即立即赶往了中大武院 去看这个摩托车司机 我们与医院120救护人员 核实了人员信息 120救护人员证实了 这个伤者彭某就是在现场的那个摩托车司机 因为呢 我们经过询问120救护人员发现啥呢 这因为他受伤了 他左腿膝盖是粉碎性骨折 受伤的比较严重 在进行抢救 120救救人员向警方反映 彭帅被送往医院时 除左膝盖粉碎性骨折外 身上还有多数骨折 在抢救过程当中 发现彭帅身上有浓烈的酒器 然后按照规定 因为有酒驾的嫌疑 我们按规定对摩托车司机彭某进行抽血 现场抽血的护士 最终是在他的脚底板上 把血液抽取出来 随即我们送检 他血液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 因彭帅当时正在抢救 无法配合民警的询问 这起交通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真正的肇事者又是谁呢 我就怀疑 会不会是有其他车辆 与摩托车相撞造成了这起事故 民警再次查看了 事发现场附近的监控视频 事发时间为凌晨十分 桥面上经过的车辆并不多 警方通过排查 分析比对监控视频 找出了有可能肇事的自量机动车 在与相关车主取得联系后 一一排除了他们的肇事嫌疑 然后之后 我没有对现场进行了 其他部位进行了看查 也没有发现 有与其他车辆相撞的痕迹 排除了其他车辆的肇事嫌疑后 结合摩托车司机 系醉酒状态这一重要线索 办案民警开始怀疑 这很可能是一起 摩托车司机最佳导致的单方事故 一念之差 酿成终身惨剧 一个家庭 命运从此逆转 原本出于好心助人 没想到却弄巧成拙 他说我这样做太笨了不应该 请继续收看本期平安365 好心帮倒忙 事故发生后 办案民警再次来到 彭帅所在的医院了解情况 在询问了医护人员 确认了彭某已经酒醒和健康状况 可以达到采访中下 我们询问了摩托车司机彭某 当时具体是发生了什么 怎么撞的 先生刚刚 你是不是在骑药大桥 那个就跟车撞那个声 你是在骑药大桥受伤的是吧 对呀 真的假的没有受伤吗 你当时是骑摩托车呢 还是是怎么撞的 忘了 你是骑摩托车吗 骑一台黄色的摩托车 然后你当时忘了怎么撞 然后就受伤了是吧 你从哪骑上来的 从哪骑过来的 从唐家然后往骑药去骑是吧 回家是吧 在骑药大桥然后摩托车司机彭某承认是自己喝了酒之后驾驶摩托车在骑药大桥撞的 他当时只是打电话给自己的一起喝酒的朋友 河某让他过来帮帮帮 同一天晚些时候 河小斌也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金唐大队说明情况 经过了解 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原来 河小斌与摩托车司机彭帅是非常好的朋友 当天 他们几个朋友在一起喝酒 直到凌晨两点才结束 彭帅仗着自己酒量好 不停劝阻 执意自己骑摩托车回家 路上随着酒意一阵阵袭来 彭帅的意识逐渐变得不太清楚 在行驶到骑药大桥时 他所驾驶的摩托车撞上了路边的路基 重伤的彭帅挣扎着给河小斌拨打了一个求救电话 随后 河小斌用最快速度赶到了事故现场 看到现场的惨状 想到重伤的朋友即将面临高额的医疗费用 首先赶到事故现场的河小斌想到 自己的车辆有完备的第三者责任险 如果将这起好友醉驾引起的单方事故现场 伪装成自己的肇事行为 那么保险公司就可以报销好友彭帅的医疗费用 但无奈自己也喝了酒 于是他拨通了当晚没有喝酒的好友杨军的电话 因为我当时当晚跟他一起喝酒了 就跟小鹏一起喝酒 这样的话如果我是说 他不是自己撞到大桥的 是我撞的话 那么我就保险肯定是不会理会的 然后小杨的话他就说 也想能不能帮他一点点就过来了 这样的话我的车的保险 就可以帮小鹏给他的医药费 伤者彭帅 男27岁 湖南省水江市人 县区珠海市齐澳岛 初中文化 在珠海某小区当保安 彭帅的父亲在当地经营一点小生意 母亲是家庭妇女 平日里生活并不富裕 家中五口人 彭帅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因为一次酒驾行为 导致整个家庭不得不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 而彭帅本人不仅面临着终身残疾的风险 痛苦而漫长的康复过程 还要接受因酒驾而必须承担的违章处罚 对于酒驾 一些人的理解中存在着误区 他们认为酒货驾驶摩托车不算酒驾 但实际上摩托车也属于机动车辆 本案中彭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为118.5毫克达到了最佳标准 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警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91条的规定 对彭帅处以罚款3200人 吊销驾驶证 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处罚 本案中的何小斌和杨军二人 涉嫌伪造事故现场 骗取保险 但由于最后没有实行成功 所以免除了刑事处罚 只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教育 然后后面第二天的话 人家说这样子不行 然后叫我取消保险说 这样是不对的 然后后面的话我就打电话 去把那个保险给取消了 然后的话他有跟家警说 他要背赛所有责任这样子 端案中的何某与杨某 因为热心好话 使用了违法的形式 帮助自己的朋友 逃避违法行为的后果 这无形中对违法行为是一种纵容 在这里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 研究后不要驾驶车辆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不要伪造事故现场 应第一时间救护伤员 保护现场及时报警 等待警方到场处理 2019年7月3日中午1点多 新疆喀什叶城的气温高达38摄氏度 在路口直勤了5个小时的交警 艾兹买提突然晕倒在地 这一紧急情况被过路司机看到 很快有三辆车停下 司机们纷纷下车 越来越多的群众伸出援手 一名从事医护工作的群众判断 交警艾兹买提可能是因中暑而昏倒 大伙合力将他抬上车送往医院 经过及时的治疗和休养 康复后的艾兹买提再次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当天爱心群众把我送过去医院 我感谢他 我以后的工作过程中 促过好各种群众 群众的热心相助 让这个被花坛和灯笼点缀过的路口 显得更加美丽 也为警民一家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